南沙四期全面投产以后 港口的通过能力会超过2000万标签 在全球单一港区作业能力上 南沙可以挤身前列 南沙四期全自动画集装箱码头 围绕着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 提升港口服务能级 同时也是为服务国家出台的南沙方案 建设全方位的对外开放门户 进一步提升了广州港 作为华南综合性主主流港 和集装箱干线港 服务林港经济和腹地产业发展的 这样的一个需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